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安华还向对方喊话 如果执政了数十年都还是失败 马来人的经济依然是毫无起色 就应该责怪自己而不是归咎于其他人 安华还指出中央团结政府 最近在吉兰丹州大臣的要求底下 就增加了给予吉兰丹治水的拨款 但是其他人却还是继续的攻击以及污蔑 那么安华就说过去他一直都捍卫国语 但有一个人在掌权的时候却边缘话国语 推行学习英语计划 但这个学习英语计划最终却搞得一团糟 安华去今天为不同世纪的伊斯兰观点差异性 主持新书推荐礼时发表上述谈话 那么另外安华也说 行动党的部长在内阁中不曾反对给予穷人 马来人伊斯兰的拨款 大家为何要怀疑他们以及惩罚他们呢 另外针对即将到来的六州州选 安华则是说到根据最新的数据 西蒙以及国阵在六州的选举的合作 有望再夺下两个州属的政权 那么至于是哪两个州属呢 安华则说他将会在来临星期五 在雪州举行的竞选机制推荐礼大型活动上公布 那么州选是即将到来 伊斯兰党的主席哈迪阿旺才刚出院 就马上又活跃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了 那么哈迪在脸书专页上就发帖指出 从去年11月的全国大选呢 就可以证明到大批年轻人其实已经觉悟 他们是可以扮演维护伊斯兰教的重要角色 而不是而不受毁灭性的这个浪潮所淹没 哈迪还说这些年轻人胜过于那些忙于生活事物 未察觉因自己的大义而陷入危险 直到被破坏性的浪潮所淹没的老年人 换个焦点 行动长主席林观音 昨天就发文告抨击 前朝政府不仅暂停了标志性槟城杜伦的服务 同时还毁坏了杜伦码头 导致要马上恢复杜伦服务并不容易 也是宾州港务局前任主席的马华副总会长陈德青 今天也透过文告反击林观音 陈德青指出 杜伦码头的工程是配合即将迎来的四艘新杜伦 进行的 而新杜伦码头就具备了冷气的设备 有商场餐厅以及顶楼小贩中心 另外还有免费无线上网 无障碍的设施服务 手机充建座以及乘客的升降机等等 是参照国际机场的水准来打造的 他就反问了难道这叫做毁坏吗 那么陈德青还说林观音摆明是在说谎 把提升工程当作政治宣传工具 为自己刷存在感 那么陈德青还说 若前朝政府毁坏了码头 细事政府公务受到毁坏 这是刑事案件 他就建议林观音直接去报警 别再胡言乱语 换个焦点 旅游部长张庆幸日前就勇闯机场的移民局解救 被指遭涉滩官员扣押的中国游客 那么首相安华接着也在昨天揭露 接到国民登记局官员 所款发出公民权证件的投诉 存在不良的风气 那么副首相安华扎西今天在活动上被群集此课题时 就回应说 若因为这些指控 就直接责怪整个机构 是不公平的 安华扎西说 他曾经在相关的部门任职 这些机构确实可能存在坏蛋 如果指证指控是属实的 就会采取修复行动 换个焦点 北霹雳瓜牛拉渔村的这个村长陈明成 位于青山花园的住家 今天凌晨3点06分 就遭到一名身穿雨衣的男子连开五枪 警告意味相当的浓厚 那么陈明成就说 他没有欠人钱 也没有得罪人 不清楚为何住家会被开枪 那么案发是于凌晨时分的 那么陈明成以及家人当时正在睡梦当中 无人伤亡 那么雨衣的枪手干案过程 也被邻居家的壁路电视给拍了下来 那么根据壁路电视的画面 枪手是一人乘摩托来到村长家的 那么下了摩托之后 就从摩托的篮子里拿出了一把手枪 面向这个门前开了五枪 一枪是向着玻璃门 两枪向着轿车 其余的两枪则是向着摩托 那么男子开了五枪之后 就骑上摩托扬长而去 那么由于壁路电视的画面 是相当的清晰的 当地的居民一看枪手的身影 都知道干案者是谁了 但他们受寻时都三间其口 不愿透露更多的详情 那么比利州的总警长 莫哈默尤斯里就指出 警方在现场就找到了 五枚九毫米口径的子弹壳 那么警方目前是援引刑事法典 1971年军活法令第39条文 调查此案 今天的新闻通就给您报报到这里 感谢收看